好主播各位觀眾 今天一大早我們來到了中山區的濱江市場 因為台北市長的參選人蔣萬是來到了這裡 而這裡也是他的立委選區 這也可以看到很多攤商是像看見老朋友一樣非常的開心 甚至送上了鳳梨跟菜頭要來助蔣萬這個競選 當選順利的 但是針對這個北市長之間 他們參選人的戰火也是持續的延燒 像是陳時中針對蔣萬有提出說 上任後一年內會讓大巨蛋完工 陳時中則表示說蔣萬說話已經讓人很難相信了 蔣萬也回嗆了 一起來聽 我已經很清楚的提出具體的做法 就是中央速審 業者速改 市府定期公佈進度 就是定出很明確的目標 在我上任之後一年內 要讓大巨蛋儘快的完工 如果陳時中你做不到 那也不需要批評找各種藉口 我們立法院給你了上千億的防疫預算 連疫苗都買不到 還要靠民間 靠國外來捐贈 這到底是你什麼樣子吹牛的行政經驗 好 那另外針對寵物友善相關的政策 蔣萬昨天是發表了記者會 接著陳時中也發布了相關的政策 這個蔣萬也是在回摔 說有好的政策歡迎大家拿香跟著敗 但是自己的執行力絕對是最高的 所以也可以顯現說兩人之間 較勁異味相當的濃 以上想今天情形把時間交往棚內 接著作詞